2月1号新科立委上任 台湾国会有了全新的生态 蓝绿白席次大洗牌 三党都不过半 而至于小党呢 则是全军覆没 一个立委席次都没有 像是这次大选惨遭团灭的时代力量 以及第一次挑战立委选举 就成为台湾第五大政党的 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 就是许多选民感到惋惜的 第四第五势力 而事实上连同其他小党的得票数加起来 小党一共获得了近百万张的选票 也是不可忽视的民意 但是为什么他们难以前进国会 我们的选举制度 还有没有小党生存的空间呢 所有人都帅 你的中间 问贱向前 各党都喊三票叉叉叉 就是三票都归队的情况 所以反而更压述第三世界的境界 让大党越大 小党就是活不下 真的长不大 您好我这边是时代力量中央挡部 因为我们的导致应该需要一点时间 时代力量2024大选团灭 一个国会席次都没有拿下 却在选后短短三天涌入绝片班的捐款 和两百多位民众的入党申请 应该说现在会在这个时刻入党 就是动力很大 对 那你可以看时间都是一月十五 有二十出头位 就是他真的超过两年没交道费 那因为看到这一次的状况 他觉得他想再回头这时代力量 虽然有支持者选后回头 但已经很难力挽狂澜 因为政党票连三%都没过的时代力量 以后政党补助款一毛都拿不到 生存很艰难 你们会有担心吗 有点 这边租金一个月大概是快二十万 那如果加上管理费跟一些 宿物像是水电费啊 然后电话 就是电信费的话 可能就是要二十三四万一个月 这样子 那之后可能得要搬离这边吧 这搬家应该是一定会搬的 离开时代力量中央党部 其他小党在大选后也很忙碌 第一次挑战国会选举 就一举跃升台湾第五大党的小民参政奥巴桑联盟 正活力满满在市场里扫结写票 我是这一次的立委候选人 现在是落选人 我是贤苏姬的女儿刘淑婷 然后这次在板朝 拿到了一万五千张票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很高票喔 第一次很厉害 对 这上张五港实在 知道我们吗 知道啦 不认为我们很清楚 我们今天是一盒 第五大党啊 最后是我们都没花大钱喔 没开始业动算 不知道要拜 即使兴奋宣告自己是台湾第五大党 小民参政奥巴桑联盟 其实也只拿了不到一%的政党选票 立委席次也全共沽 连同时代力量在内 台湾的小党是否已经泡沫化 歐巴桑联盟的成员 2024选战 他们的政党票仅次于 藍绿白跟时代力量 至少是越选越穷的第五大党 撇除藍绿白三党 2024大选中其他13个小党 一共拿下了7.2%的政党票 换算下来是将近100万张选票 台湾政治虽然长期处在 藍绿板块下 中间选民其实不少 尤其这些小党 年轻包袱小 问证焦点比较能聚焦在 被社会忽视的议题上 我们过去几年的几次的选举 大概都有百分之 大概20 30左右的这个民众 其实是喜欢 比较想要 所谓的蓝绿以外的选择 可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高门槛的设计 让其实这些30%的这个民意 其实是很多时候 是没有办法进到立法院的 所谓的门槛 是政党必须在选举中 拿到5%的政党票 才能分配不分区立委席次 拿到3%的票 才能取得每年每票50元的补助金 拿到2%的票 未来三届立委选举 可以直接提名不分区立委 最后一个门槛 是拿到1%的票 政党的政治现金才可以抵税 但这四项门槛 却让小党生存 难如登天 如果你是一个 没有得票率超过1%的政党 你是不能够 别人捐款给你不能抵税的 一个不能够抵税的政党 你知道他要去募款 会难上加难 其实像德国 法国 日本 他们从0.5%就有补助款 1%就有补助款 国民党 民进党 或者是民众党 这样原来已经有 声望蛮大的政党的补助 是没有上限的 也就是未来 台湾如果有某一个党 他的得票率是70% 他只会拿到更多的补助款 但是反而不补那种很穷苦的小党 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荒谬的 根据2024大选结果 民进党每年可以拿到 将近2亿5000万的政党补助款 其次是国民党的2亿3800多万 第三名的民众党 也有1亿5000多万 而未过3%门槛的其他小党 不但口袋空空 血本无归 没过2% 下次想再参选 还得先付出高额的保证金 一定要选10个区域立委 然后才能够提名不分区的这个门槛上 就等于是我一定要先花个200万 我们这一次总共募到461万元 我们其实全台湾10席加3席的是立委候选人 保证金是260万 这对很多的立委候选人来讲 可能一个都不够选 像这次大家会说 你们怎么不提总统候选人 你们有总统门票 但是光是那个保证金 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可能超过一年的费 一年的政党补助款的费用 选总统要先花上1500万元的保证金 一席立法委员也要20万元 而且要达到一定的选票门槛 才能归还保证金 其实在国外 像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并没有保证金制度 加拿大也已经宣告保证金制度违宪 保证金的意义是什么 你是要防止人家乱参选 或者是来乱的之类的 那其实交给选民去做判断就好了 你应该是只要收取一些 保证让这个文书作业什么都可以 顺利进行就可以了 在每一次的选举当中 把大部分的经费 都花在选举保证金上面 这其实也是对小党来说 一个参政的阻碍 另外陈芳也认为 其实拿到3%的政党票 就应该分配到一个立委席次 目前5%的门槛 对小党来说标准太高 对照20年来立法委员选举 各政党的席次变化 可以看到 进到立法院的政党 越来越少 原本具政治潜力 改革动力的小党 也被迫从国会消失 恶劣的身处环境 让小党陷入 越选越穷的恶性循环 人才一一出走 甚至向大党靠拢 的确政治对大部分人们看是高的 所以当他们进来之后 有可能会因为 对政治的失望而离开 也会因为他对政治的期待而离开 因为在小党 要能够选赢区域里 几乎是很困难的情况 或者是说当他选了议员 他想要在网上突破的时候 到底党可以给他多少资源 往往遇到出小党生存的现实与无奈 难道台湾政治 除了蓝绿白以外 从此就没有别的声音 选举过后回归日常生活 这个身上背一个 手里牵一个 背后跟一个的三宝妈刘淑婷 是2024大选中 小名参政欧巴桑联盟提名的 区域立委参选人 选前选后身边这三只 形影不离 我的包包啊 就是里面都是尿布啊 他们三个人的尿布啊 刘淑婷和记者 谈到当时的参选心情 他也坦诚有过挣扎 当时就是有问我 那时候我最小的小孩这个嘛 他才刚出生一个月 那其实真的我也会有担心 我觉得社会上的女性 很容易会觉得 我现在因为要带小孩 所以什么事情就不能做 就是很可惜 你可能必须放弃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我也想要告诉大家 或是想要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虽然是一个母亲 但她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角色 那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 你不能用这个角色去做的 我们想打破政治 不是只有蓝绿白三大大 我们想把小米的声音带进国会 刘淑婷七岁的女儿被妈妈选前 每天站在路口宣讲的内容耳濡目染 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这群孩子不但听得懂 甚至为妈妈们感到可惜 为什么可惜 每两天连一趴都没过 你们知道什么是政党一样吗 就是不分区立委 我可能需要 那立委可以干嘛 我也不知道 连孩子都知道 当了立法委员才能前进国会 改变社会 而要改善小党处境 除了下收政党得票率等高门槛外 有学者认为 必须进一步改变选制 学习德国的联历制 让政党的得票数 直接反映在国会席次上 以德国来说 他们也是设定5% 可是问题是他们是联历制 联历制的意思是说 这个你的得票是乘以总席次的 你5%的政党 就可以在国会里面享有5%的席次 而台湾自2005年修宪后 2008年的国会选举 开始效仿日本采用的病例制 每一届共选出73名区域立委 领有6席给原住民立委 剩下的34席 就由过5%的政党按比例分配 目的是避免小党林立 影响国会意识小绿 但陈芳瑜认为 现有区域立委选举 各选区只会选出得票数最高的一名 通常会形成蓝绿对决的局面 小党几乎没有机会 唯一有空间的 就是透过政党票得到的不分区席次 不妨就是鼓励 多鼓励小党 就是让他有一两席的进去立法院 其实并不会影响整体的意识 可是又可以保障多元的声音 而要将现有的病例制 改为更友善小党的联历制 就得修宪 那过去会看到一个状态是 谁在野谁是小党谁就会支持 但是长有这样子的 某种程度权力上的利益的人 他们就不会想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修宪变得非常难 在大党的夹杀和绝对多数下 小党生存看似困难重重 除了从体制上不断呼吁改革外 他们也决定从自己开始改变 有时候我觉得 也因为过去的路线选择 让我们越来越不被看见 选后时代力量在全台 北中南东各地巡回 举办座台 希望能听听支持者们的建议 那我的提议是 就实力有没有机会跟小欧盟 或是绿党这样子的政党合作 各种形式都可以 然后看四年后 是不是可以一起提不分区 未来时代力量 有没有考虑就是进军这些年轻人 会常用的一些平台 类似的phrase 或者是说 像是民进党 其实这几天也在讨论说 是不是该进军小红书 或是TikTok 我是王婉玉 我成功争取在网路上可以轻松 利用网路平台做免费宣传 让更多人看见小党的理念 和参选人 是努力的方向之一 但选举除了空战 传统的路战也要别出心裁 像是小明参政奥巴桑联盟 就想改变大党 大撒币的选举文化 我们跟一般选举政治人物 拜票不太一样 不是一个出去车队 然后就是挥挥手 然后一次就是二三十人 或者是坐在吉普车上面 我们真的就是徒步 双脚 带着小孩边去市场边买东西 然后再边跟探班聊天 然后再把DM文宣交给他 就是用这种很生活的 平易经营人的方式 所以我们去到哪里 其实都可以拜票 去到公园 然后游戏场 也都可以做一样的事 有别于传统的绑装模式 或者是选前就是 大量海撒广告的方式来做选举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会很累吗 不会 这里也太开心了 要不要一起玩 这个山其实也没那么辛苦 好快玩 走的这个步道没有那么辛苦 参选的路比较辛苦 参选的路比较辛苦 一万倍 但是你们继续加油 也是有登顶的一天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 没错对 平常就喜欢爬山的刘淑亭 在选后更体会到小党参选 就像登山 起点是山脚 距离山顶 还有很多陡坡和弯路 但如果参选的阶梯第一点 他们渴望登顶高呼的理想 或许也有被听见的一天 인优优独播剧场井